记录裁判员魏金亮 高妮妮 运动员 吴京 杨绍杰 下面比赛开始 感谢观看 2018桥市中市台球国际大师赛 江西休水战第三阶段TV1号台 比赛现场直播开始了 大家下午好 我是苏欣源 大家好 我是张庆永 不知不觉张志导比赛来到第三阶段了 对 64进32 双败淘汰 也是很多球迷们说的 戏称比赛的正赛 正赛 对 对阵的双方是现在准备上场冲球的 来自缅甸的球手杨绍杰 对阵来自北京的球手吴京 比赛采用25局 13胜 140分钟限时 双方轮流重球 25局 25局 13胜 对 杨绍杰呢 也是从2016年开始参加咱们的乔市的大师赛 经过这两年的征战 现在已经将自己的积分打进了前16 本次比赛也是以前16的种子选手的身份 进入到了正赛 你说这个局数 刚才给我稍微 心里现在有一点小变化 就是从抢9 我们一下就越过了这个11的这样一个局数 10秒 到了这个抢13 那么长局制更利于球员的一个发挥 是 就是说你只要抢 肯定是这个时间段内可以拿下比赛的 占一定优势的 对 长局制 能力强的球员会占优势 因为这么长时间 我们抢13的140分钟 正常是2小时020分钟 但是在算去其他的一些时间 可能较近3个小时 3个小时之内 你要是能力强 你肯定能赢下比赛 上上击球的吴京来自北京 对 也是一位70后的老球手了 没错 一带一带 这杆就K完之后 后面 包括现在这个位置 就是他想这杆下来 直接连带着红3跟11都带一点点的 单独还需要再K 低杆左赛发力 禀红3 就是现在的打法 就这么反复的去K球 是能K出机会 但是白球的位置你是难以控制的 对 你敢长台突破了 其实最好打15这个角度的是这3号球的位置 没错 有K有交位 因为你右边这个中弹位置 7号呢 是离得太远了 根本是不太好 你用黑拔去接力中弹 吴京这个状态 手感 哇 好球 已经做到了 可以说他能做到最好了 打分这杆都可以给100 而这杆高杆的这个前冲之后带了反赛 是两户过来较这个位置 并且勾到之后的效果 可以吧 都在他自己的计划之内 第一句 吴京胜 1分1比0 为什么不太听 吴京胜 很多这个 听不了 都在家农 coil articles 第二节 您进行课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一上来吴京的手感是真好啊 而且在本次分战赛 吴京在其他的大白场的比赛当中 也是发挥的非常好 没错 我没想到杨绍杰的一个 就是没打进 后面的这几颗球 居然能够让吴京 就是刚刚坐到位 而且K到球还打工 尤其后面强行叫位 看不看 吴京能不能把这好手感 持续性地保持下去 对 其实上一盘球 吴京在进攻有一颗 就是下面还有三颗 左上方有个底带的时候 我其实从我本人对他比较了解 我可能感觉他要打不进 结果他让我有点惊讶 打进了 看来这次是由必而来 来着不善 善着不来 而且第三阶段了 这边可能应该也是完成了吴京的预期 没错 预期我到这了 不如我放手一波 放手一波 可能会有更好的效果 通常情况下吴京 我印象里 从今年的一些战赛开始 一两阶段 前两个阶段 基本都是在二进三的时候 落败 这九号 已经相当准 相当准 差一点点 所以说这个球是圆的 排名可以做一个参考 但是还得靠一看一看去打 杨少杰一上来 这左上方的顶带 已经在两盘当中均有失误 杨少杰呢 也是我们小市 中市台球国际积分榜 海外球员排名最高的选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onak会der一直到二点 care地准备 未必要的 火球 要求保険 甚至七isk 明治是得谈性 寂寞 压得 而且杨少杰也是本次分战赛 进行到现在 仅剩的外籍球员了 有时一K 这个球风 多年之前 我跟吴晶在北京一起打比赛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他是很喜欢这种风格 本身他也打过斯诺克 他特别喜欢悄悄达达 一T一K这种风格 很享受那种 很享受那种感觉 而且K好了 清台很有成就感 可能是实用性 跟现在比来说 容易出现危险 因为刚好是一半一半 K好了有的 K不好就没有了 但是多年球风 还是不太好改变 又是尝试翻带 没有翻进 还是尽量的去奔着 左边中带下方的13号 去接 判归 曾经订做的杨绍杰同名同款球班 在之前的比赛 文章日导也聊过 像这种混搭风 以后会不会更多的出现在我们的中式台队的赛场 对的 而且有一位外籍球员 使得杨绍杰同款 因为比赛太多了 有一位国外球员在前面上第一位台的时候 没有看到过 还有一点 咱们现在也是把球员的名字 国外的用英文 国内的用汉语拼来标注 我看杨绍杰的名字 我总是潜意识里 想叫他帕我拉洋 你看PFKY 对吧 帕我拉洋过来估计前面也大概是P 然后点什么什么Y 帕我拉洋应该是参加去哪儿的酒球比赛 还有卡齐 那个比赛好像没有咱们中国大陆的球员区 美国US Open 好像是那个 对 名字我因为我记不清我不敢瞎说 没事 你打那个比赛就得懂 对 这盘要清台还是有一定难度 有难度 关键是有难度球 边扣球 然后两个位置还是刚好是 各一边 要不要直接拉杆过来 三交二 二交八 清干球也是 一定要往二号跟十三号的中间的位置 多蹬一点点 不要形成大角度 比如现在这个白球这种角度 去打二交八就很难了 尽量去较直 这球还不能太轻 小心 别厚思 挡了差不多一半的这个白球 有点别弄 对 这出肝 特别谨慎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十三号 对出肝有影响 十五号直接连拼带白球往左边上方放用十三做防守 看看 我今有没有这个想法 直接是打十二号了 看这个防守 会不会去堵这个下方带口 这个还是 比较不划算 对 你堵住了 打完之后 我黑八就给你一传 或者一借力 你有口可以借力 没有的话帮进你 你上面还有两难度球 因为你这凳打完之后 不是控制主球的位置 是控制子球的位置 太冒险了 第二句 杨少杰胜 一分一比一 谢谢 谢谢 第三句 杨少杰开球 杨少杰真的是成长得非常快 我记得他在16年年底 参加咱们的这个 威海南海战的时候 跟咱们国内的球员 还不是顶尖的球员 在练球的时候 对得要条件的 现在人家已经是 排名前十六的种子选手 十秒 延时 看一下 要不要连打 再横向顶一下三号球 没有这么选择 还是先下来 这个位置角度很大 可以尝试叫七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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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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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力量 来一下11 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14号 右下方底带是有下的 10号就可以过渡 这一般可以说解开了 对 关键的一个边扩 没有打进 感谢观看 10秒 5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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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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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行的进攻离竿也是没有打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继续 打劲再弹起来 准备干 第三句 无精胜 比分2比1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农夫山泉矿泉水 长白山的春夏秋冬 第四句 无精 开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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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向屏幕的右边走是最合适的 还可以 还可以强行蹬 中低杆好发力 多了 高杆从下方走两裤 9号下边过来 然后9号左边再往右上方走 下高杆 可以带一点点的右晒 就是打包了 还好这个安球运气不错 5号过来 14号的中弹是看不到了 15号的中弹是看不到了 4号下边 4交1要5 还可以利用中低杆往上走 这感觉要横向的横幅边过来 力量不能太轻 稍微给点力量 推一个右踩高杆 角度稍显大 今天这食物还真多呀 是的 一上来第四盘球 这食物率有点太高了 感觉杨绍杰好像对中生八球 重新开始摸索 开始瘸的那种感觉一样 跟前面几站不太相似 上来有接力 而且这杆五号球不能借太厚 借厚了是没有下的 借包边才可以 当然我们要知道 吴京也是从比赛第一阶段 就开始打了 他对于赛场的环境 更适应一些 杨绍杰是第一场比赛 又是贴为台 肯定是陌生的 对 可以理解 不熟悉 所以说这个时候更考验 你的综合素方面的能力 看到包边 放归 这杆球打完之后 借力更难了 还是要借 还是要借 好球 好球 区域可以高干 走两扩 第四局 无净胜 一分三比一 我会让你来说 我会让你来说 我会想要你去 我会让你来说 我会想要你来说 我会想要你去 第五句 杨兽杰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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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年轻的时候得有多火爆 对 年轻的时候比现在还快 听声音有点滑干 对 所以说这个白球效果不对的 看这杆球 还可以从上面再去走两个教舞 撞到了 其实今天讲良心话 吴京的运气也不错 对 K球 至少比赛进行到现在 你可以完了还有的打 而且角度还不错 这个就满了 这绝对是一个意料之外的K球 你瞧瞧 打灌篮 第五局 吴京胜 比分4比1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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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局 无间开球 第六局 无间开球 开球也是有球进带 白球稍稍有点靠上 这杆选球上面 再看无间啊 单色红三肯定是最好选的 左边中带还有一个很薄的15号球 还是选花色 来球打完之后呢 走两过 A 没碰到 还好是没分颜色又碰酷啊 暂时还不能判犯规 如果是定了颜色啊 这个球就是自由球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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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秒 六 kart 1 4 2 3 2 4 4 9 6 11 依旧还是底带 稍稍打的有点厚 可以蹬下来 白球沿着白球线 这杆球可是需要准度了 它打的有点低感觉 好准 安全打法 低肝右塞 顶裤边裤 下来 也可以直接推上去 直上直下 也可以 看得干法的高低 最好能叫左边的带口 勾上了 长台 薄球 冷静 123 4 4 7 7 n 感谢观看 打二就过来开一 杨小姐还是一杆薄球 这杆白球要小心 不要在两扣之后 左上方 他现在手架的位置 不要掉带 这杆是薄球 力量可能要失控 这个位置放得还算是不错 二号球有没有漏 能打到 再上来 中带 还需要继续 高杆从下面再往上去弹 再来看准度 角度不合适 还继续 再来调整 再推 然后上面一个底带 可以把他带口 角度要合适都不用上库了 靠力量拿捏就好了 还是比较大的 再来 这也适合他的球分 很飘逸 对吧 第六局 无尽上 几分5比1 请不吝点赞 第七局 杨少杰开球 刚才大家在这个局间的时候 可以看到一个广告的宣传片 宣传图片 也是我们的国内知名的台球教练 王恒先生 受费的台球教学 那么他的这个教学的视频 分三部 基础入门 提高加强以及清台教学 咱们的企鹅直播间的水友们 大家都可以在闲下的时间 在搜索台球优选 001 002 003 三个不同的直播间 都将有王恒先生 王恒教练的这边的收费 台球教学的免费视频 再说一遍 他的直播间的名称 大家可以搜索台球优选 优质的优 选择的选 台球优选001 002 003 上来咱们这六盘球 也没有想到说这样的一个分数 而且这个吴京 一上来这种打开大合的打法 甚至这种近乎于空手朵白刃的感觉 本身他能力是有的 可能大家都觉得 这个球上没干 下没干 来回再走 然后白球不是特别细 但是一直靠准度 他能够维系得住 所以说这也是他一个强项 这刚刚六号球 右赛的从下面左边走 左赛的从这边走 你看下左赛 然后再推 吴京打起来就很轻松 他这个五号 还有吗 关键是我们在这方向看不到 如果有的话 手架小心不能碰球 能推进的话 二划也都打 不太够 扎干很明显 前面打得很流畅 说的稍微夸张一点 有点这个 奥萨利文那个劲 说到奥萨利文 张志导 您在年轻的时候 这台球偶像是谁 斯蒂芬亨利 奥萨利文 我是比较欣赏 然后呢 我觉得亨利可能 在那个时间段 更全面一点 就是 可能比较辉煌的时候 奥萨利文 也还行 但是奥萨利文 就感觉他表现出来的东西 有漏洞 不是特别全面 到后期呢 奥萨利文 逐渐地把他这个天赋 给表现出来了 他们两个 有一场比赛 是我印象最深的 那个时候 我们是看录像带的 我印象里是 抢九的比赛吧 两个人打成八比八 然后赛点 恒德利打了个 萨利文一个腰四七 是在一个腰请赛 好像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比赛里边 确实在那个年代 恒德利这个统治地位 还认得是 无人能看动 虽然说 差不多的时候呢 也有一些像西因斯 马克威廉姆斯 就是七五三节 过来了 但那时候感觉 就是打出来的东西的内容 还是有些不太一样的 我们喜欢管 马克威廉姆斯 叫金桌手 实际上最准的男人 但为什么不说别的 最准的男人 其实有含义的 可能 马叔的 叫什么呀 白球有点操 是不是 白球有点操 然后呢 维球大师呢 喜欢说这个西因斯 吴师 对吧 白吴师 为什么呢 维球系 不同风格这些人都是 包括吉米怀特 大海大海的低竿 是吧 很华丽 然后也能打过百 但不一样 就是感觉我一说到这上面 就有点 感觉要讲很长这件故事的意思 因为我也是这个 看斯诺科也比较早 所以您说的这个有画面感 有画面感是吧 一说忽然之间就带入了 听您一讲 就感觉沉浸到那个 有那个画面 我相信再过一些年头吧 有其他的年轻人在看我们的这个 录像的视频资料的时候 或者同时在 说或者在看 若干年后的这个 中士大学比赛的直播的时候 然后在回忆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 应该是一样的 没错 我想当年 那没问题 你的这个斯诺科 我就等着你问这个 我不问我看你不舒服 我必须得问回去 这都抖不过去了 谁 斯诺科偶像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别道了 这是开玩笑 跟您一样 西文亨德利 对吧 小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喜欢亨德利 那时候不懂 好 来慢慢慢慢 谁呀 西金斯 西金斯 维修大师 对 看胡老师的比赛呢 就是 纯是愉悦的那种 嗯 愉悦的那种 他的创造性的思维 包括他的身体天赋 是非常强的 所以说他能够完成各种 难度有复杂的局面倾台 对吧 他通过个人能力的一些K球 能够把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 给K简单了 他包括前两天有打147 对 第15个了 而且 我觉得那一天 大家发那朋友圈 其实特别有意思 截图 胡老师的那个新闻的采访 下面还配了几个字 平时我根本不练球 或者我不怎么练球 对吧 我平时我不怎么练球 这根球太准了 那意思就是 反正我练不练 我想打的时候 偶尔都能出来一个 对 其实 这也说明人家 但是我们是推出大家都在练球 但是不要这个 人家年轻的人练得足够多了 对 其实这个图片是一个有点搞笑的意思 换句话说 你怎么承认不练球 对 人平时 游泳 坚持一些长跑的锻炼 也是保持着自己身体素质的一个 对吧 运动每天都在坚持 他也是经历过一段迷茫期 低迷期 对 怀疑 包括一些走了一些歧途 对 然后回过头之后 浪子回头金不换 而且不止一次回头 对 回了几次之后更珍惜这职业生涯 没错 抑郁症 吃药 看心理医生等等 所以更验证了一些前辈们讲过 任何的事情包括运动 艺术都一样 比到最后比的不光是技术 人生的底蕴 你的精力有多少 沉淀够不够 心态够不够成熟 抗压能力够过去 没错 这些 来看看乌鲸的这杆解球 我们在前面在聊这个 斯诺克的时候 能看到不仅有一杆球 打右上角非常准 但是白球掉带了 左边上方的边扣和上方顶扣 两扣 像屏幕下方解二号 右边中带 这个位置还是打得不够 如果说不能再往下去调了 因为越调越往下碰到黑巴了 那么需要用右塞 而乌鲸这个杆球基本没太用 他还是希望可以通过一个 简单的高杆或中杆这样去打 因为一旦用塞了 这个速度和角度出来 就不是特别好掌控 这个速度和角度出来 重带推紧 直擦 直接走一裤 需要低杆稍微低一点点 如果走两个后 直接推个右塞高杆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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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刀 13号 从上方下来 有机会可以去戴一下这个10号球 是正常可以还是从下往上勾 其他球带到 看看效果运气还算是不错 这个时候要过来观察一下 黑八跟十四号这个垂直的方向从底 十四号左边下方底带的一个近带情况 不然的话 一定要考虑好用下方哪一颗球去 就让这个球处理开 过来描一描 因为本身现在要进攻 十号是没有问题的 也很好可以过渡下半台的其他花测球 必须要提前考虑了 所有的花测球都在下半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最别人能看得到 十二号呢 屏幕的右边底带是不太够的 强频十五 左下方底带 今天杨绍杰在一些球的准度上 不在他的正常水平之上 所以导致他的进攻始终是断断续续 没有打出自己的节奏 这很流畅性 也可以选择现在试四啊 去做传十五号球 先打有些不过早啊 你传完之后再打 就一样的 省得你再去跑 再往上走一点点啊 还能打没有问题 中带打进 黑拔下方十四 角度也合适啊 正常高竿从下方弹库往上走 十四号可以黑黑八呢 两个球就要同一个底带啊 十四 黑八 同一个底带 第八句 梁寿节省 比分三比五 谢谢 华oni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九句 杨绍杰开球 不知不觉我们来到官方暂停前的最后一局 比赛进行到现在呢 也是我们江西休水分战赛的第三阶段 64进32的双败淘汰第一轮次比赛 本场比赛赢球的一方将进入到胜部 输球的一方呢将进入到败部 而且本时段比赛我们的局数也发生了改变 现在是25局 17 25局 13胜啊 10秒 1 2 2 3 5 别看这个球离带口径 当然还是有难度 因为是要发力啊 而且贴裤 确实没有打进 再回过头来看乌鲸 12号肯定是没有问题 还是看到14 并且现在目前能看到14号球是 右边底带是没有下的 你如果叫右边中带也是非常难打 会不会去顶下二 然后呢 利用低竿发力往上走 最差上方有球打 然后看14号球的一个运气 确实带了一下 还能薄 接力 那肯定是要打 漂亮 接干球直接就是接近 并没有 往往这种带口有球就是可以支持自己接力的吧 反而打都特准 这肯定是 跟上一肯叛入两人啊 往往有些时候你想借力 去打了个单下 对 就像这肯定是 上方两个中带 三四 感觉随着比赛的进行 吴京泽这边的稳定性 开始慢慢的下降了 对 他这个打法需要有很高的准度 才可以 一直很持久才可以 还得需要一点小运气的支持 没错 尤其是一些大范围走位和K玩球 好比我们玩格斗游戏 有的人物是速度快 灵活性好 敏捷高 但是攻击力不高 感觉中了好多拳之后 人家不怎么掉血 有的人物人家是 赶人一拳 你半管子写没了 这种感觉 那进入到暂停之后 看双方能不能够尽快的调整 第九句 杨少杰胜 比分4比5 官方暂成10分钟 10分钟未到 反复一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少杨 比赛继续 第十局 吴京开球 开放局面 刚才也很有意思 在这局间休息的时候 好像威力球杆的 负责人好像也到现场了 然后呢 周围围了四五个五六个人 指点江山全是教练 就是指点怎么跳球杆还是 指点要上去 就是告诉杨曹杰怎么来去打 能够在后面把球打好一点 我当时觉得暂停的时候 还是让运动员保持冷静一个人 人说太多反而会影响运动员的注意力 我个人感觉 你可以说一些关键点 对 比如上半场你的进攻打也不好 你是不是要在一些进攻上找一些问题 还有你的比如白球不到位 那么你的干法点背上 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 还有球台跟你打的有什么区别 对 如果球台太快太慢 你的力量上 对吧 或者上库少一点多一点上 做一些调整 就找一些关键点 要不然容易就像你说的绕蒙了 对吧 球员忽然之间越说越乱 那我到底怎么办 才是对的 这根长台足迹是非常准确 又是想去偷一个比较厚的位置 把接干球近带 还好力量够轻 那上方四号球 左边还有红三 那下边这个二一之间先进还是个大问题 尤其是一号球 我们在这个位置来看 右边的底带 八号如果没有挡 那是最好的 直接可以利用二号的中低杆向屏幕的左边去交位了 但是现在特别直 那叫低杆我会拉 直接停在这里 球没敢打呀 因为你停在这里的话 手夹肯定是不舒服的 要小心手夹下面是有黑巴 下低杆横向走 再起来 一号如果右下腰底带没问题 就高杆往下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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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横台 9号注意 在本时段比赛结束之后 在晚间的七点三十分 还将进行第三阶段的第二轮次比赛 第十局 杨兽结胜 比分5比5 谢谢 感谢观看 十一局 杨兽结开球 几分再度扳平 又回了同一起跑线 二十五局 十三胜 双方平抢霸 一百四十分钟现实 三十分钟现实 一百五局 十二分钟 这边13,7 右边底带都是有下的 蒸汽打厚一点点 高杆 右边边过来叫7 再走 由角度向下轻轻敲下13 往一较右边中带 前方轻轻敲下15分钟 三辈子 三辈子 交比辣道 1较右边中轻轻敲下15分钟 先输轻敲下15分钟 先输轻敲下15分钟 这根白球像屏幕左边走的还有点少 因为现在的角度不是像屏幕右边的 所以说想要较近下一杆球的这个目标球距离 还需要用一些杆法打进 不强球了 还要拼 那这样的话就是距离远拼长台 那这样的话 再来 逼竿 角度也合适 高杆往下推 逼过15号就可以了 首百位 反抄比分 十一局 杨绍杰胜 比分6比5 开九星台 十二局 吴敬恩开车 三首oring 吴敬恩开车 小氛 liked their 惹靠gre 出现 监雷 10秒 5 4 3 比分一反超 我感觉杨少杰气势上来了 对 现在比赛的这个态势 有点倾向于杨少杰 对 那你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一直赢也许 这就很关键了 毕竟 毕竟在那里面 也不是白给的 但是年龄相差了十几岁 全怕少杖 没办法 就怕毕竟后面的长台和中长台准度 跟不上 然后再加上一些白球的细腻程度 又出问题了 对吧 很多的爱好者都会在问 为什么斯诺哥的七五三节 能够保持上的这么好 OK 我们承认 人家的这个私生活 可能更自律一些 训练可能更系统一些 但是不要忘记 斯诺哥的这个球台更大 老球员跟年轻球员打起来之后 我能围上最好 围不上我能跑 对 围不上我能跑 我跑到2米8以外 3米以外 你能肯定包进了 对 那么你在这个 斯诺哥的套路上 线路上 包括空球上 你没有我细腻 对 对吧 那我的优势就能展现 我半台还是比你强 围球能力还是比你强 可能我这个 3米以外没你强 2米5以外没你强 但是别忘了 我能防守 对吧 所以说咱们这小台 这一边 这个年龄的这个差距 就更明显一点 光说这精力 对吧 注意力的保持 没办法 避免不了 再来看 这个2号 如果U边中带有的话 可以叫 8号球U边中带 太小心了 这盘球 而且杨少杰 我觉得出肝 有个人习惯 其实可以的话 最好能够 稍稍地去 调整一下 比如他最后下出肝的时候 身体起身 速度特别快 人随着肝的出肝的动作 人就站起来了 你看 刚说完 很明显 这个动作 或多或少 用咱们的术语来讲 叫这个整个动作不完整 他有些心理暗示 就是他觉得这个点位上 可能还不太自信 不一定能打得进 然后还要去出肝 随势而出 随着出肝动作的时候 人就随身站起来了 其实是动作出肝 整体还没有做完 这一上手呢 吴京也非常敢拼 上方的一个边空球打进 十毫球有得打 那么后面还是难度在失忆 是的 flu智能 可月 又有一点 14号 这个按钮如果说打 右边中带 还需要从上方再跑两口下来 这比较难 15号又是大角度 很强的反赛 中带继续打14 白球争取能向谁的位置来去顶 最好能够顶到上半边的薄边 把球横向出来 可以的话再轻轻挂下13 好久 而且这杆11号直接进带了 只需要高杆轻推推下 黑霸中带 12级 无几人上 1分6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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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60秒 3分4分6比6 嗯6比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上往下也有机会了 现在把10号球打掉 先上来 争取先把难点解决掉 13 11 还有你左边的 13号 15号球 还是不打 上方14 上方不留球 看角度 依次可以往下 左边还有9 这一杆是关键球 13叫15 低杆需要往屏幕上方再退一些 不能拉过头 被二球挡住 接力过来 还好 6号球并没有破坏到11 那么后面一个中带呢 较值即可 打进11 8号相关的地带 13局 无净胜 一分7比6 8号球 8号 3号 5号 4号 5号 4号 4号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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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号 7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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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忽然在平均之后呢 又是五星开始拿分了 这盘还有难度 跟上盘一样 右边有一个边库15号球 然后呢 现在也在看黑八上方的这个13 是需要用其他球去衔接就可以的啊 叫10 打10 低竿从左边边扣再盘下来 下方还有中带啊 这干打10吗 肯定打 对 肯定要打了 这个球不打的话 上方10号球后面留得非常难受的 要看一下角度 对 在想这个时候是怎么白球出来 角度直接低竿就可以拉 还是要蹬 还是要蹬 就是五 有 他反复担心的就担心这五 我觉得它低竿合适点可能 或者是你要高竿纯粹的话 你左才用多点 从里边绕也行 其实从刚才镜头给的那近角来看 我感觉低竿横过来 可以做到12了 嗯 那么这个看 11 13 定住 好球啊 相反地带 那好 就把难度球留到最后了 嗯 不强球就轻推 有想往就蹬上面的顶裤往下再来 好球 飘逸啊 嗯 符合他的打法 那么这杆球准度 下低杆 要发力 不能太轻 白球往屏幕上方走 就到缝隙里面打一把 当年我打这球可稳定了 就是打他同样的位置 对可稳定了 根本不进 哈哈哈哈哈哈 这种情况啊 我们在俱乐部里有个戏称 我都快瞪瞎了 那眼睛 嗯 打了 然后我发现这个运动不适合我 不适合你 不适合我 还能玩着其他的运动 什么羽毛球 乒乓球 玻璃球 哎 玩完之后发现啊 还是台球适合我 哈哈哈哈 开个玩笑啊 咱们也是说了一天的比赛 到这个傍晚的时候啊 难免的有一些注意力的分散 对 把气氛的沉闷啊 对 扎杆 抬高杆尾 右赛 要往二号球的右边多让一点点啊 我们前面提过这个问题 之前好几位选手都是 这回让多了 这回不是 这回他用的这个右赛不够 是 就是他扎到这个点位啊 离中心点太近了 离白球的中心点太近了 其实 那您这意思就是 他让的 让的差不多了 差不多 但是 弧度没支持 弧度 对 啊 而且像这种肝法 可以往上挪和往下挪 明白 中高杆和中低杆的扎杆 出来的效果 出来指向 比如你打高杆多一点 他肯定往前 的距离会长一点 然后再起 就是反应快反应慢 对 那有些球扎完之后 他碰到球是往前走和往后走的 扎杆也分一些 比如扎完之后的上和下 那这个按球 它是首先 它用的右赛就不太够 然后呢 白球打的往上的点位 有点多 持股结力啊 直接帮进了 这种球 有奉献 可能我刚才说的 大家不太懂 但是近期几战分战赛 也有跟乔治这边合作 做一些教育视频 里边就有讲解这个扎杆的内容 大家可以在这个 他就圈有料里面 有料课堂 去看一看 微信的公众号 台球圈有料 简单指呢 就是我们 倾斜的这个球杆 垂直到这个白球的平面上 就是我们看到白球的巨大点 然后通过你的高低左右 去打 出一定的效果 这局面肯定还是一打一防 没有说特别好的机会 十秒 帮进之后 这杆从下往上 有机会可以去勾 十秒 放归 自由就 这杆开开之后呢 局面已经打开了 下方的四六呢 后面显示黑拔比较好的位置 那么左边 利用五号球向上 没有把握先叫二 有把握直接叫红一 四六留一刻 感觉角度不好 那么二号球在过渡 角度大的话 这杆球继续利用中低杆 左边的边裤 发力 弹裤再上去叫 有运气 十四句 吴敬胜 一分八比六 一分之后 jam 感谢观看 15局 杨绍杰开球 放归 这杆开球又是白球吊带 吴京德先后自由球 先后自由球 中贷 4号 争取先把2号球解决 后面有机会可以用下方的5号 也去将8号跟10号这位置 轻轻敲一下 不好啊 上方黄衣在过渡 这个就有机会直接啊 从上方的顶裤 向屏幕右下方走 就2号 还是要带 但是中带还有吗 2号球 上台 放到这儿 我觉得杨少杰可能一上手 先来看中带有没有得打 没有得打 很有可能打14 贴一干了 贴干上方的球队 做一干防守 感谢观看 最好能够贴住三 别回头撞一下 这回旋梯 本来杨少杰已经把白球藏到了 三号球左侧 11号 回头一脚 把白球踹到了戴口里 本来暂停之后 杨少杰这边是启示的状态 球运还是不支持 五金的好机会 看有没有想法 直接摆一个 现在他摆在这个五之后 白球去顶这个三 顶这个八号球 五四三二一 哎呦 刚才发生了什么 几个想法 第一打14 防进五号 白球呢 用12号球去做防守 也可以打一个借力 10号就借13 向右下方抵戴 这是攻 就是你挡住了 你用14 你用12号就挡住这个2 没问题 那7号 这条线 从现在我们目测的 这个角度来看 7号就没有被挡住 应该是漏了 没有选择 10秒 嗯 真是啊 这借了一下啊 这一借直接进了 那这一杆就突破了 今天老将吴京啊 这个求是求运 真是是 那没办法 命里有事 终须有啊 15局 吴京胜 一分9比6 但是 肯定是 1个比赛 7号 终顺 4号 5号 超线 要 卖 3号 3号 5号 7号 3号 7号 5号 4号 农夫山犬矿泉水 长白山的春夏秋冬 十六局 无竭开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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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气在下降 在将比分半位5比5的时候 是一个启示的状态 但始终是打不开局面 现在自己到了一个急躁 跟不自信的这么一个阶段 希望尽快地调整 10秒 也是 可能2号就还是多少挡住了打三的这个位置 往下放 就是下方的14 吴京不敢轻易往下放 往上放15 11 机会又回到了杨绍杰这一边 我们看到14号球 角度合适 白球可以顶2 直接做到8号球 右边中带 杨绍杰要吸取上一干的这个教训 出干有点不自信 过来看一眼 刘14的角度 最差啊 5跟2 都可以找一颗来借球定位 看你这杆球 白球的位置 这越来是 可攻可守啊 请贴二号球 回头一撞 张少爷这边也是虎口脱险啊 这球吴京已经是把白球已经贴到了二 但是五号就回手啊 把白球就被删出来了 张少爷您看他这后厅 而且镜头给到了 在杨少杰后来拉的时候 手臂一直在抖的 但是状态不好啊 后厅确实时间在长 这个他就习惯养成已经挺长时间了 当然口说不如亲逢啊 我这个打球的时候我也有过 是在什么情况下 就比如说要收力 然后或者要放力 我会在不由自主的 这真的是不由自主的 不由自主 我停完之后 会想我到底使多得劲 你自然而然的停的时间特别长 这干球横向顶也是没有K正啊 这四号 打薄边 排成左边 弹到下方做防守 这个位置 十四号 左上角 右上角 右上角就是船 一薄球 左上角 左上角是单打 也比较难啊 还是攻吧 左上角 你放下来 对方把武打跑 还是做你 是的 你停在下面 对手就特别好做你 对 说白了就是 你就等着别人做你 嗯 对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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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走步没关系 不会碰到道 再来 JK也是有风险 如果10号球跟红三香铁又没得打了 所以说今天啊 无精的这个K球之后的效果跟运气 真是相当的好 这又来了 这种球就是撞与背撞 然后还有一个大力的从下往上弹 是不受控的 那这一杆就没什么太好的运气了 但是还能薄 前面有一杆 无精从屏幕下方往左边 可以借力对方带口的花球 而无精有一杆是直接薄进去了 那这杆看看4号 来一个翻带 您瞧瞧今天这个 再来7号 各种特技 对 打开了就 打进低杆再拉回来 9到5号 意思是这个意思 球没有打进 低杆也不够 对 打开了就不错了 杨小姐现在这个出肝的 什么时候她都想把肝送得特别长 我想可能最近有打美式的比赛 或者用九球杆 就是她以前没有这样子 只有说她心里很没底的时候 才有这样的表现 可能也是受波茨梅林一些球员的影响 应该不太会 我觉得她自身肯定是最近有点什么问题 状态或者是一些调整 这根打后面加上把都不拧了 直接就下来了 十七句杨少姐胜 比分七比十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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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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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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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还好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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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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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